這些動物都挺慘的 他們的零力高一點 又會看到 嚇到他們四處在吠 會不會因為這樣而令到他們死呢 有機會 我聽過 有時候也會嚇到 對 而且他們是弱小心靈 好了 看到牠出現 這隻狗其實是經過仙儀師傅那邊 有人放了給你們 經高齡人士看了就是有 有一個小朋友在一邊 你今晚是第一次見 對 第一次見 之前是看照片 那現在還可以嗎 在這裡 牠說在這裡 公園人士還在嗎 對 之前牠看了牠說在這裡 在這裡 不如我閉嘴一點給大家看牠的眼睛 好 我拿出來 有沒有來玩女兒 今晚 沒有吧 好了 答應了放在我們這裡 大概一個星期 今晚就送給你了 送給我 請走牠了 明天找師傅幫我請走牠 帶小朋友走 因為好像說挺慘的 對 那個小朋友很慘的 好了 OK 好 乖 放心 我們會帶牠來一個應該要去的地方 沒問題的 OK 牠在這裡一個星期都沒什麼事 其實牠也很害怕的 其實那隻狗很有趣的 對 沒什麼 牠好像很真 對呀 像水汪汪的 對呀 像水汪汪的 對呀 像水汪汪的 對呀 做得不錯 對呀 OK 好啦 Facebook朋友 說聲再見了 明天可以繼續看我們的節目 如果依然是免費的朋友 但立刻可以付費看我們 《雨下下來》這麼多集 或者今晚的節目 立刻都可以開通道 如果用相片卡或者PayPal 好 我們先聽個電話 是不是機場的位置來的 我就是機場的位置 好 來吧 鄭小姐 喂 你們好 你好 你好 還有仙庭師傅 跟今晚的嘉賓陳小姐 你好 師傅 嘉賓 你們好 你好 好 怎樣 今次爆料 好 爆料 是講 講Landside Landside 機場的Landside 即是哪裡 即是離境大堂 好 明白 是的 離境大堂有一個位置 就是在大約有分20條柱 大約在10和9之間 有一個位置 就是永遠都要有一個 Exical的人 去隔住這個位置 以前我做Exical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 咦 究竟為什麼 每次安排你的位置的時候 為何要特地找一個人 去隔住這架電梯 其實是一架電梯 那架電梯是直接 是會落到去 啟場 即是落到去T2 還有落到去地牢 但是呢 從來都沒有人 上過落過 又怕客人會誤會這架電梯 出去外面的一個電梯 永遠都有一個Exical的保安 坐在那裡 總之看著不停 是的 只看著那個電梯 嗯 很奇怪 有一次就農到我手中間 中間就是回到下午的1點鐘 至到大約 你預約10點 11點左右 因為就會轉到到夜間 那就不用守那個位置 那我就只坐在那裡 什麼都不用做 嗯 就比其他那些 守靈西做PATRO的師兄 就非常之很有數 那打數的那些位置 都會給一些 大了套的WSO 或者一些年輕女賽 那我多年都很年輕 哈哈 那就坐在那裡 其實沒什麼做 你眼望眼 我眼望四眼 有一次就 我拍完那個師姐 因為她是大肚子 那她不做command post 就會在那個位置坐 嗯 那我就走回去 走回去做PATRO 跟那些老成在啟德過來的那些師傅 那些大年紀的聊天 但她就不是星柴那些 那他們說 我就好奇就問 啊 為什麼這個位置我都做了 我也在這裡做了一年多兩年 為什麼這個位置仍然都會 經常都要有人坐在那裡 還要這麼傻 坐在那裡的這個位置 這麼說 那麼有一個 個號碼 就 因為機場保安的號碼 就越小 就越老成 嗯 越大 就是越後 就是越新仔 這麼說 那麼這個師傅 那個號碼 三位數字 那時候我已經是四位數字 那麼我就問她 那麼她就跟我說 就說 欸你有所不知啊 嬉妹 這家電梯啊 曾經啊 剛剛開機場 開了大約半年的時候 嗯 木板電梯的時候 夾死個人啊 那為什麼要坐在那裡呢 那為什麼要坐在那裡呢 對啦 夾死個人有關什麼事呢 那她原來之後就說 夾死個人不重要啊 都不知道 他們的老闆的時候 那時候呢 都仍是 就是以前的 警務處的一哥 嗯 她就比較 迷送 來到的時候 看到都 事事不順利 經常都 有人會響一些 特別的阿欄 嗯 突然間那些會響阿欄 或者是 突然間會開門 又沒有一些情況下 之後呢 然後就會 又會 爆聲啊 爆成這樣 就有些 找了些真女 就來 超渡 就是 做超渡過的 哦 那我就問過 究竟是 她是 失足這樣斷纜 跌死啊 還是 到門夾死啊 還是裡面 就是 木板 掉下來夾死啊 原來是 有些工人 剛剛那時候 機場開 嗯 那就 木板 鬆脫 撞爆了 那個 工人的頭 嗯 令到她 在這裏 就當場 即場死亡 好了 這都是意外啦 但是 靈異部分在哪裡呢 是的 靈異部分就是 每次 當別人 為何會找女兒來守住 還要找大兔婆來守住 嗯 就是 這一個 重點了 那時候一哥就很信 大兔婆去擋殺 嗯 還有就找一些年輕人去擋殺 即是覺得那個 死的那個是男人 那找一些年輕人 或者一些大兔婆擋住 嗯 就總好過 找一條馬子 會有些事發生 如果找一條馬子坐在那 就一定會發生事 例如爆瓦 哦 例如就會自動開門 關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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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可以鎖掉它 都可以的 其實這些電梯 你不開它就可以了 但它都會自己開 自己會爆機 個人的樣子 會有聲音 就找一條女兒去餵一餵她 對啦 在那擋住 這句擋住 擋住 我也覺得很奇怪 其實女兒不就更衰 更邪 可能是 熟陰 是不是先啦 但是 真的 找個大兔婆 或者找個女兒 在那裡擋住 嗯 沒事 那些問題不會那麼多 OK 但是找一條兒子坐在那 尤其是年輕人 就有開科系 就會大的事情 有一些聲音 也不是不關門關門關門 原來有處或證明門關門關門關門 要找警察 要找家庭 就是大電梯 當然是這樣子啦 對啦 女兒又沒有 reference 夜間的avoir 你知道 因為你會知道 在晚上有夜班 晚上噴機 masked 那些人就 在那裡搭夜間的士離開 有時那些車子要看著行李回流 簡單一點 不用太細緻了 有時遇到有人會開門 都會開門 有人開門走出來 在電梯走出來 因為夜間是沒有人隔離的 在電梯上次到台灣回來後 我還看到有人隔離 我們走過會不會看到的? 看到的 總之你跟著10至9號橋樓等 對著電梯就是了 10至9號橋樓等 對著電梯 總之很特別的 整個機場 有女兒坐在那裡 其實你看到保安坐在那裡也古怪 你又不是加些什麼 好 大家留意一下 下次在那裡 多謝你的分享 回應 謝謝 有很多資料 有很多資料? 有很多資料 為何選擇這個港 怎麼說呢? 因為想對應上次你們說昨天的機場 有人說齊德去到另一家機場 今天又再說一些特別的事情 好 下次更特別的 我期待有更特別的 有啊 在飛機上 我會說廠面、廣派餐、清潔等 好 好 再談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再見 好 再見 好 回到今天晚上的嘉賓 我真想聽一下關於那宗泰國事件 那次我只偷聽到你說 泰國事件發生了很久 是二千年的事 那時二千年發生了一個怪病 但還是去泰國拜神 但與那個神無關 其實我以前經常回去拜神 一年也有幾次 因為拜完之後要還 其實拜到是 那天發生的時候 我進去拜神 門口有工作人員 但我不知道他是外面的工作人員 先說一說 就是四面神 對不起四面神 我不知道那位工作人員 是裡面廟宇的人 或是外面的小販 這個小販都見慣我的樣子 大家已經認得了 認得了嗎 因為我一年都去幾次 他是有弱視的問題 他不是每次都要捉盲攻速 有時他就這樣 可以走到比較弱視的 他不是盲的 而且他是負責 放生的雀小販 買的雀小販 對 他就在門口貼著 其實是見慣他的 那次進去拜神 跟我朋友一起 進到門口 他看到我 我看到他 忽然間他突然跑到我前面 用他的竹 去捏我的腳 即是那支塞盲攻速 對 捏一對膝頭 叫我不停捏 看到我很快地彈去右邊 他又去右邊捏 我彈去左邊 左右左右彈來彈去Z 他特意捏你的 他指著我對腳 在這裡掃掃掃掃掃 其實我已經很生氣 我已經避免你了 你擺明是故意打我雀小販 稍後我很生氣 新朋友跟我說 他們進來拜神 不要有怨氣的拜神 我就聽他的說 後來離開 看了他在哪裡 他一向我走到左邊走 隨後發生的問題是 隨後腿開始的膝蓋不能走 開始已經有問題 當時我想 因為我經常在健身 玩Skywalker 我以為運動的時候 過腦 或者做錯的動作 引致膝蓋有問題 去完這個旅程後 我又要回巴黎 因為那時是兩邊離開 回到巴黎後 停留在巴西洞南 在巴西洞南的時候 已經不單止膝蓋有問題 是將近不能走 連上身的骨落也開始不動 接著回巴黎後 就看了一些封室科的醫生 他們也有封室科去看 但也看不到是甚麼事 我最終還是要回香港 回香港的時候 然後突然有一晚 忽然間是大病 一晚發作所有的骨 腳骨 任何腳趾骨 甚至牙骨 有骨的地方 全部都發大 又是穿不到鞋 還有膝蓋又是大了 痛到不得了 忍到天亮真的頂不住 就叫我朋友馬上送我去醫院 醫院又是檢查不到是甚麼事 股有兩個症狀 一旦是雷風濕 一旦是抵抗力有問題 自身醫院問題 對 攻打自己的器官 通常都是關節 後來就試藥 其實很神奇的地方就是 我都要出院 但出院的時候 已經不能走坐輪椅了 已經是坐輪椅 而且肩膀全部骨的位置都失去功能 嘩 這麼嚴重? 其實那時連自己照顧自己也有問題 因為我已經訂了人事用的東西 例如筷子 拿不到筷子 穿不到襪子 因為骨折已經大了 動不了 那時特意請了工人回來照顧我 因為沒有自己照顧自己的能力 而且當時是坐輪椅 然後沒多久 所以最神奇的地方就是 靈異的部分就是出院的第一晚 那時我沒有看到這些東西 一向說我不是高靈人士 出院第一晚 我睡著一覺 便起床 忽然看到天花板 它又不是嚇我 很漂亮 好像愛琴灣那些 有一個很漂亮的帳幕 白色的帳幕 在家裡沒有理由這樣 就好像自己在海灘那裡 那些帳幕在那裡飄下 飄下 是挺漂亮的 也沒有理由 只要睡醒 但睡到中途 又醒了 忽然間聽到 變成一把男人聲 很兇 又在左耳聽到 他說 陳 甚麼 即是叫你的名字 是 陳甚麼 那時我記得別人說 如果你忽然聽到這些聲音 你不會回應 那當然不回應 我會找到背部 他在左耳聽到 握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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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說過 我是在四面神霸佛的 我每一晚睡覺 都放在五筒櫃 放在櫃桶裡面 那五筒櫃的鎖 我好像耳朵圓軟 類似像圓圓 橫的 既然動作 我心想 我把佛套拿出來 怎知是有他心痛 他知道我在想甚麼 然後搖上櫃 在那裡動 聽到聲音 很害怕 的時候 伸進去 當聽不到 便睡着了 聽完聲音後 第二天我馬上跟二哥 因為他信茅山師傅那些 就跟二哥說 糟糕 漂亮了 然後找師傅來看 上了你家 對 信了他的看 我看了之後 說是 你家也有東西跟著你 在醫院出來的 然後他說跟我作一個法 第二天作一個法 就不用我去彈 他就幫我像飛虎形式一樣 其實下午他上來後 還沒有作法 晚上我又聽到那個男人聲音 又叫名字嗎 他沒有叫名字 又很兇的問我 搞什麼搞哪科 是嗎 然後我就心疼他 因為我知道他有貪心痛 我心疼我心疼 搞哪科 不是 因為是你 捉你 然後他不是搞什麼 然後很神奇之後 師傅說將來作法 其實我不知道他記得怎樣作法 但那一晚之後 就沒有出現 就很平靜 也很神奇 之後 其實那段時間也不能走 我記得那次你也聽到的 其實我一直叫一個朋友去按摩 其實他也是一個很宗教信仰的人 我不記得他就是信佛教 他就有空去醫院幫林去世的病人 助念 就是很好 等著時機去做師姑 那時候我跟他說有了這個病 所以你不用上來幫我做按摩 因為其實很痛 他說不行 一定要按摩的骨頭 會好一點 諸如此類 有一個忽然間打給我 他說我有一個仙丹 因為那些善信 他供給廟宇 給錢給他有錢太太 有一顆仙丹 他問我 吃不吃 這是什麼 他問我吃不吃 木提三 什麼味 是啊 一大 軟軟的 然後我就說 咦 我說 其他仙丹不是屬於我 是屬於一個癌症的病人 但因為他問了她的問題 那位有錢太太覺得好像 你不太相信他 他問 咦 這個仙丹是什麼材料 可能他想問是木提三 正常的問問 是什麼材料 他覺得好像不太信任他 就沒有給他 他跟這位有錢太太 一天上來我家 那時候我不能走 就給了我吃 你吃 那我就 直接在他面前吃了 什麼味道 甘甘的 其實你記得以前不是有些 我們叫類似鼻小小粒的 小朋友吃的 他比鼻小大粒很多 就是酸酸咪咪的 沒有什麼味道 他又不是太硬的 是一個師傅給一個有錢太太 對 那類似金布丸 他就小粒一點 小粒的麥提沙 吃完之後 他說其實我也要做一點點東西 或者捐一點點錢之類 不可以無緣無故要了別人的東西 他說不要緊 你就回應給觀音 每逢初五十五吃齋 但很神奇就是 無緣無故要吃了 一顆東西之後 其實入院 再去覆診 差不多一個月左右 其實當我覆診的時候 吃了這顆藥 吃了這顆藥 已經可以走 我可以回覆診 他看見我 他看我的雙腳 其實你應該不能走 但當時他穿三寸高跟鞋去覆診 是的 是的 你覺得第一件事 那個在四面神出現的那個人 他為什麼要搞你 其實後期 因為我和朋友一起去 我朋友說 他說那個人 其實不會無緣無故要害你 因為他不認識你 而且他見到你這麼多次 為什麼一次次都不搞那次搞 因為對他無益 而且他在廟門口做事 應該他的心底不會太壞 然後他會不會見到 他幫你 所以幫你掃開 試試進去擺神 我也是突然這樣想 是的 你覺得這樣也是 我也覺得這樣 因為他沒有理由無端端弄我 他沒有益處 沒有益處 而且那天是拜神的地方 是的 根本就是他看到你 但那天是剛剛發生的 或者你沒有被他打 如果你剛好被他打 可能是幫他 可能打走了 因為你閃他 是我彈起 這個朋友這麼厲害 我沒這麼推測 是 因為他很熟悉我 他說其實我覺得你有點陰陰的 會不會是你惹了一些東西 他看到 就打算幫你打走他 才進去拜神 他還在嗎 最後我去過幾次 我都看到那個人 因為我怕了他 我離遠後就先看他 看到他也有我走他了 別人幫你 我又不敢問他 是不是這樣 對 我怕問他 他又打到我 我又怕了 我現在真的可以呼籲一些朋友 如果你也是去拜四面神 看到一個這樣的朋友 是拿著一支 曼公祝他是放鳥的 對 放鳥的 對 他感覺一下 這個人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功能 或者如果掃的時候 就站頂頂給他掃 就給他打吧 可能你不用那麼慘 對 就這樣彈開 因為我身手都挺敏捷的 不用了 你跳開沒有 對 彈來彈去 這樣就避開了 你又幸運就能吃到金路丸 對 因為你剛才跟我說 因為現在太太捐了很多錢 不起一家庭 OK 回來之後 我們就恐怖多一點 就用一個航拍的形式 帶大家看看 究竟現在是豪衝 荒廢了 聖傳鬧鬼的舊亞時片場 有什麼靈體在這裡 會不會還看到 或者外觀 或者裡面的情況會是怎麼樣 待會我們用一個特別的形式 去包裝這件事出來給大家看看 好 回來見 潘小松 恐怖在線